你知道王林对家族后人有多严格吗 当族人犯错之后 毫不偏袒的出手教训 甚至直接与后人了断因果 告诫族人自力更生 若有能耐自当富贵绵延 若是拥物之北 即使家道中落也是应当 不过王林还是有侧隐之心 得知有人算计王家事 还是怒而出手 将幕后之人连根拔起 王林回到赵国之后 发现已经勿视人非 心底惆怅不已 好在当年的故居被列为赵国祖地 仍保留着原本模样 这让王林心底安慰不少 得知王家后人 在赵国建立了大王朝之后 王林决定去京都看看 大王朝建国437年 成为朱雀星妹 除先一族不罗外 最强大的凡间力量 皇族王姓远远流长 400多年的巩固 使得王朝拥有大量兵士 甚至还有无数武林中人投降 更有大量的修真者 除此之外 以云天宗以及赵国各个门派为主的 众多修真门派 均是王朝的后盾 王姓族人 享有极高的地位 王林的神识 弥漫整个朱雀星 隐约间感受到一股血脉的牵引 眼前京都城内 王家血脉凝聚最多 他神识扫过 并未发现王卓的身影 顿时长叹一声 随后身子一晃 出现在皇城内 望着四周极为热闹的人群 以及奢华的房屋 王林渐渐皱起眉头 整个王朝都城太过奢华 地面上有名贵的青花石 神识扫去 整个都城街道 全部如此 甚至四周的一颗颗树木上 都被绸缎包裹 看似绚丽 实际上确实在败坏福泽 修道之王林这个程度 已然可以看出一些东西 整个都城上空 充斥着各种哀 悲 怒 空等一系列 可以扰乱心神的气息 在此地长久居住 并然性格乖离 喜怒无常 甚至受缘 都会大发霉的损伤 这种气息 全部都是怨气的一种 王林当年在青灵星 便让人专门搜集过 此刻看到都城内怨气冲天 眉头更紧 他神石散开中 朱雀星内 众多城池中 均都有程度不一的怨气 这些怨气的来源 弥漫半个朱雀星 从一处处村落 凡人居所内散出 凝聚各个城池 尤其是西北部 万里赤土死尸遍地 大量怨气弥漫而出 最严重的当初王朝都城上空 其怨气已然滔天 化作一股魔艳 冲天而去 这种怨气 除非修为达到王林这样的层次 细心之下才可发现 否则若是修为不足 根本就无法察觉半点 王林面死阴沉 对于王家后人的心声 他是乐于看到的 可这种心声 却使得怨气冲天 在这怨气下 王家后代定会受到极大影响 如此一来 这富贵不要也罢 行走间 突然前方传来阵阵马蹄之声 呼啸中行人立刻脸露惊慌 迅速向两旁散开 王林皱着眉头 同样退后几步 阴沉看去 只见前方 几匹高头大马急迟 骑上坐着几个青年 后面还跟随大量扑从 那几个坐在马上的青年 均都衣着华丽 当头一人更是相貌俊朗 只是脸上却有一股黑气弥漫 这黑气不浓 即便问鼎修士 也很难察觉 可落在王林眼中 却极为清晰 天空中 还有两道剑光呼啸 二人修为军事主机 为马上的青年开导 若仅仅如此排场也就罢了 让王林皱眉的 是那衣着华丽的青年马后 拴着一根铁锁 镜头捆绑着一人 此人蓬头垢面 从身形看 狂笑之声回答 那些武林中人迅速跟随而去 半空两个修士 更是看都不看一眼 这些人及时离去后 立刻有一对兵士匆匆而来 把地面血痕擦掉后 继续跟在后面 一路擦拭血迹 直到这些人全部都离开 四周人群才恢复正常 低声议论起来 听到四周议论之声 王林才得知青年身份 原来这锦衣青年 乃是大王朝十六皇子 在大王朝内 皇族就是天 即使先人都是帮手找羊 前几个月 国是夜观天下 查就要凶星出自西北 于是屠杀了西北平民数十万人 听说直到现在 西北还是尸海遍地 至于被拖在地上的男子 四周百姓早已见怪不怪 虽心有不忍 但都敢怒不敢言 王林阴沉着脸 那华府青年 正是王家血脉 当即让塔山将人带来 塔山二话不说 是影立刻消失 片刻间变回来 手中提着华府青年 此人眼中露出海然 但却怒骂不已 表示自己是王家族人 敢对自己动手 那就是找死 塔山走进王林 将华府青年扔在地上 四周人群 哗得一声迅速散开 眼中露出海然 那华府青年一脸猙獰 虽说暗自心惊 但却没有露出任何害怕之色 连累好到自己是王家族人 只要敢伤他 不管是哪个门牌 都死定了 王林神色冰了 盯着华府青年 此人脸上黑气虫冠 隐约化作一条长蛇 吐着信字 张口冲 塔山无声嘶吼 这一幕 秀里若是没有踏入第二步 断然不会察觉 只会感觉华府青年身上 爆发出一股阴寒气息 使得心神震动霸了 就在这时 远出街道上大河之声四起 刚才过去的那一队人马杀了回来 前方两刀剑光急驰而来 冲来的人群中 还有几个骑在马上的青年 此刻一个个猙獰的喊了起来 怒吼着要把反贼拿下 保护皇子 两刀剑光直奔塔山 骑上两个修士咬牙出手 他二人刚才根本就没有半点察觉 只是突然发现皇子没了 害人之下 若是皇子有了闪失 回到门派定会被责罚 此刻冲出 剑光闪烁刺向塔山 塔山大手随意一挥 两个修士剑光顿时消散 纷纷喷出鲜血 倒卷而退 那些冲来的武林中人 更是好似撞在墙上 塔山没有杀人 一挥之下这些人均是受伤而已 华府青年看到这一幕 立刻震住了 但脸上的争鸣确实更浓 连连怒吼不已 亡灵抬起右手 怕的一声 抽在青年脸上 这一巴掌没有用力 只是以凡人躯体出手 毕竟青年不是修士 若是稍微加点力气 便会拍碎全身骨头 但尽管如此 青年仍是身子直接抛出 脸部高高鼓起 满口牙全部碎裂 这一巴掌 打地不仅仅是青年 还有其身体内透出的那条黑蛇 那黑蛇极为诡异 在亡灵巴掌落下的刹那 顿时涣散 但几乎刹那便再次凝聚 这一次居然张开大口 直奔亡灵推手而来 这一幕 除了谈善与大头童子外 根本就没人可以看到 亡灵眼中露出寒光 动了打怒 以他的修为 一眼就看出 眼前青年魂魄早已被吞噬 被这怨气琐化的通明之物取代 在那黑蛇吞噬而来的刹那 亡灵抬起右手向前一指 一指之下 黑蛇双目立刻露出恐惧掉头逃顿 但还是晚了 只听喷的一声 黑蛇的身子立刻层层崩溃 化作一团黑色怨气 被亡灵一把捏碎 失去了黑蛇 华府青年身子一抖 喷出大口鲜血 脸上争鸣不在 目中露出茫然 双目暗淡失去光泽 四周的人群 惊慌中立刻后腿 以最快的速度离开这里 亡灵眼中露出寒意 之前神识横扫时 并未察觉出一场 但此刻近距离 却是看出端倪 立刻便明白 这是有人以亡家族人的生命为代价 饲养怨灵 这种神通 亡灵之前略有听闻 如同祭炼飞剑一样 以人为灵 吸收怨气化作怨灵 若是怨灵数量多了 其威力非同小可 结合刚才进入都城后 所看滔天怨气 亡灵可以想象 这里面定然有人操控 怨气越多 便越可养出强大怨灵 带着怒气 亡灵目中寒意更浓 手中黑色怨气 所化的烙印向前一甩 立刻这烙印符文自动飞起 向前缓缓飞去 亡灵背着手 跟在符文烙印之后 向前行走 身后塔山与大头童子紧随 都城内 一个皇子被杀 自然是天大之势 没过多久 一道道建光呼啸 从都城四面八方极齿而来 建光之上 军事朱雀新各个门派的修士 冲来之际 根本不与亡灵交谈 直接便是各种法宝轰来而出 亡灵大穴一甩 四周所有法宝全部倒卷 建光之上的修士 更是身子不由自主地退后 眨眼被送出数万里外 亡灵目光冰冷 此刻的他 心中之怒极大 行走中渐渐临见皇城 一路上有无数士兵冲击而来 对于这些人 亡灵不愿伤之 往往袖子一甩 便直接送出数万里外 此刻皇城内 大殿之上 一个中年男子身穿龙袍 面色极为阴沉 身旁还有一个貌美女子 女子身穿彩衣 双目内却有黑雾缭绕 眼中深处有惊慌闪过 四周无数王家族人 一个个身穿锦衣 军斗阴森地盯着前方 大殿外 广场之上 一队队兵士密密麻麻如临大敌 一股肃杀之气弥漫 身穿龙袍的中年男子 把树中焰台狠狠地一摔 贺文到底是什么人 赶来大王朝杀人 四周一片安静 片刻后 一个白发老道 走出一步 只说是修为极高的前辈 至于身份与门派 正在探查 中年男子神色更加阴沉 命令国师出手 单见广场半空 一道道黑气凝聚 刹那间化作三人 直接冲出 王林临近皇城大门 天空三道黑气呼啸而来 带着浓郁的怨气 这三人修为不高 只是应变而已 但三人的神通威力 却超过了修为 隐隐达到接近问鼎的程度 三人体内 没有王家后人血脉 只有无尽的怨气 显然是三个炼化 到一定程度的怨灵 王林眼中杀鸡浓郁 一步之下便来到三人身前 双植成绩按在一人肩部 体内亏捏除其庞大的原力 直接进入那人体内 那人身子一颤 毫无反抗之力 身体直接崩溃 化作无数黑气 正要散开逃顿 可刚要逃顿 立刻传来轰隆隆的巨响 刹那全部瓦解 只留下无数怨气散开 这一切都是电光火石 在另外两个怨灵看来 王林只是踏出一步 抬手间便有一个同伴身亡 这一幕让他们目中露出惊恐 杀了一个 王林左手向着虚空一拍 形成一股风暴 另外一个怨灵 顿时身子崩溃 被卷入风暴 刹那间彻底身亡 连杀两个 王林猛地转身 看向最后一个女子 立刻从其身体内 传出轰鸣的音 一道道雷霆之力 从他体内幻化 自内部轰然扎响 随后王林踏入皇城内 直奔皇宫而去 一眼就看到皇宫广场上 那一队队士兵 还有那打电内 一个个王家后人 旁边还有众多修士 这些修士目光透出杀机 但却没有一个敢出手 他们看不透王林的修为 但是自问在 国师三个弟子的攻击下 绝对做不到如此轻易 便斩杀三人的神通 如此一来 被与这闯入皇宫之人 内心极为忌惮 王林站在广场上空 盯着下方之人 此地王家族人约有数百 但显然不是全部 这些人中 一个个眉心之上或多或少 均有黑气缭绕 但当中那身穿龙袍的中年男子 却没有任何黑气在眉心 至于他身边的那个才艺女子 此刻双目黑雾消散 更没有半点修为的波动 怎么看都如同凡人一般 那身穿龙袍的中年男子 在看到王林的一刹那 身子默然俱阵 眼中露出不可思议的震惊 但立刻他眼中便露出一丝狠色 喝到王族历代家族供奉 杀了此人 那么 到底是谁敢如此算计王家族人 点击关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接收到更新通知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